都说上海比深圳好 两个城市我都是去过 我感觉两个城市这样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 第一就是深圳我感觉比上海好多了 不管是吃住玩都比上海要好 而且还是要上档次的 生活压力也没有上海那么大 第二就是深圳作为山海的一个荣城 满城绿色一千多个公园 空气质量常年是保持在全国各个城市里面前十 家里面用了包括我在深圳那边用了七八年的一个水壶 完全没有半点的一个水购 深圳真的是一个让人来了之后就会深爱的一个城市 这一点我感觉深圳是上海那边是比不了了 那第三点就是人口的平均年龄来说 上海大概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城市 就是寿命最长的 深圳大概是全国最年轻的一个城市 两个城市的表现也完全不同 完全天壤之别 一个是中老年人特别多 一个是年轻人特别多 这也就是两个城市最大的一个区别 可能深圳那边的活力更足一点 那第四就是深圳的一个繁华 包括高楼大厦 我感觉的是也不是上海那边可比的 就是深圳那边随便一个科技员的一个人口 都比上海那边的总人口要多 第五就是深圳最好的一点 我感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就是不排外 这个城市的无论你是来自全国哪个省份 哪个地方来了之后呢 都是这个深圳人 第六就是上海的虽然说有著名的一个人物 像张维为教授什么 但深圳那边有华为 有任正非 有我们的华为大手机 还有什么大疆无人机 通通都是在深圳那边 包括那种互联网的企业 互联网的公司 总部基本上都是在深圳那边诞生的 那第七就是你像北京 上海那边的城中村 与深圳的一个城中村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就是深圳的一个怀德村 应该是全国最牛的一个土豪村 听说人口600多 然后村资产都过千亿 可以说一出生 在那边就是一个1万富翁 真的是太有钱 太有钱了 那第八就是深圳 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就是商业气息非常重 不像别的老城市 那么多文化内涵 不过也可以去 改革前沿的阵地舍口去看看 那上面是时间就是金钱 然后效率就是生命还在 还可以去那种深圳的博物馆 然后索性的 可以上一下那种莲花的山顶 去展映一下为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那第九就是年轻的深圳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先锋 全国的一个榜样 而上海则相对来说是迈着沉重不乏的一个上海 现在也有的步履蹒跚 然后艰难前行 第十就是深圳虽然没有几所985211这种大学 但是这又能怎么样了 你像安徽湖南湖北那边 但是都是有好多这种985211的一个高校 武汉这边又是百万大学生 但是毕业之后基本上都跑到深圳这边来打工了 这就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不过实话实说在教育包括医疗这一块确实深圳是比不上上海的 但是深圳现在已经在快速的迎头赶上了 包括深圳的一个包容精神以及拼搏精神 都是全国其他地方包括其他城市比不上的 深圳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咱们刚才提到的不排外的一个一线城市 因为大部分来到深圳这边都是外地人 来了之后就是深圳人不像上海那边 可能是有各种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存在 不知道对于这两座中国的一个一线城市 上海和深圳大家觉得哪个城市更好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区里面留言讨论区里面